2024年是中国的龙年 所以现在正在剪一幅龙的剪纸 我是整个设计了一个龙非常舒展的 飞在天上的一个形象 然后把云朵给它进行了一个抽象的变形 和如意进行了一个结合 这样也更能体现整幅创作的这种吉祥的寓意 今年它是2024年 所以我把2024和这个龙也进行了一个结合 剪纸大概是需要分几个步骤 首先就是我们要先确定自己想剪什么 比如说我们想剪龙 我们想剪横着的龙还是竖着的龙 如果说我们想剪横着的龙 这个时候我们要选纸 选纸可能就要选一个长方形的纸 选完了纸以后 然后在这个纸上来创作心里刚才想好的那个龙 首先呢可能在创作之前需要打一个稿 打完稿吧 你就可以把那个选的这几张纸 给它进行一个固定了 固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完成自己的创作了 因为龙它有动态嘛 它这个毛啊 还有身上咱们想给它剪的那种抽象的鳞片 它可能会用剪纸非常经典的一个毛刺的这种图案 然后来体现那这个毛刺其实就比较体现 剪纸人的功底了 就是我剪的粗与细整个的那个弧度啊 是不是每一个是依次递进的 这是在技法上它比较难的地方 如果说针对整个画面来说 想把这个龙剪活了 其实还是从构图 然后到剪纸的那个剪刀剪下来的那个流畅性 中国的剪纸和西方的剪纸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咱们中国可以把很多你想表达的寓意 和自己期待的一些愿望 都可以夹杂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讲究的是千剪不断万剪相连 是要剪活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幅作品啊 就是从选纸啊构图再到画一下它的线稿 到最后全部都剪完 估计需要一个多小时左右吧 现在龙的剪纸啊 就是经常会比如说到2月2了 龙抬头的时候 很多剪纸的艺人就喜欢来剪一张龙的剪纸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期待一些愿望达成 尤其是祝福考试成功的时候 可能会剪一幅礼于月龙门 在古代龙凤城祥是一定要出现在 婚庆的这个画面里的 但是在现代呢 我们仍然会保留古代的这种创作方式吧 只不过在设计构图上呀 或者在材质上呀 可能会有一些更新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剪完的这幅作品 一个腾云驾雾的龙 驾着如意祥云 然后腾空飞起 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龙年大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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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